接下來血液的功能 接下來血液會凝固來堵住傷口 免得你的血流不止嘛 那血液怎麼凝固的 主要是透過血纖維蛋白 這群血漿中的蛋白 然後它會凝洗起來之後 跟著血球混在一起 形成血塊 請各位看一下這個電影照片 這個電影上面是套色的 電子顯微鏡頭上面是沒有顏色的 這些顏色是後來電腦套色上的 你看這些血球被這些纖維纏住 形成血塊 好了問題來了 為什麼我們的血液會形成這個纖維 然後纏住血球變成血塊呢 這個機制怎麼發生的 我們會好好講它 不過先補充幾點 肝臟分泌沒有種激素 肝臟也是內分泌血 它分泌的激素叫肝素 肝素可以抑制血纖維蛋白的形成 它會抑制凝血的 所以你人體中本來就有些激素 在控制你的血液 不要太過粘稠凝血 或者是不要太過吸 就通過這個肝素 肝素會抑制凝血 讓血液不要這麼粘稠 血壓就不會這麼的高 好另外 金血為什麼金血比較不會凝固 我講的是比較不會 為什麼呢 因為血纖維蛋白在子宮 會被破壞 會被酵素分解掉 所以經過子宮的血液 血纖維蛋白已經會破壞掉了 比較不容易凝血 好這是 How to do it 它的機制如何 但是你們知道 Why嗎 為什麼金血不能凝血 對 卡拉那邊會有什麼下場 血液是豐富養分的 會產生細菌滋生 哇 那個問題很大 所以血液 尤其是金血是不能隨便凝血的 好 這是補充一下 接下來講講 那到底凝血怎麼發生 我們衝衝開始 今天如果你今天受傷 組織細胞如果自己受傷 它會釋放出凝血因子 血漿中本來就有凝血因子 好 另外血小板如果破掉了 它也會釋出凝血因子 我講講看 為什麼血小板會破 你的血液都在血管內 對吧 因為你是避走失血管的生物 那你的血管 不論是動脈 靜脈還是微血管 或是心臟 血管的內側都有一層 叫做內皮細胞 記得嗎 所以我們當然在介紹 動脈經脈微血管 都會提到 最裡面叫內皮細胞 內皮細胞 很光滑的 滑滑的 所以你的血球 只會接觸到內皮細胞 在自然的狀態之下 血一直在血管中 它只會碰觸到內皮細胞 內皮細胞很滑 所以當我血搖板過去 滑過去 滑滑滑 滑過去 正常是這樣子 但如果今天你有 血管破了 不要 哈哈 血管如果破裂了 內皮細胞破了 後面是什麼呢 血管的外面就是 結地組織 結地組織都是什麼膠原纖維 那纖維很粗 所以一旦你的內皮破掉 你的血小板就會 刮過內皮 是刮喔好舒服 結果在那邊就破了 就出現很粗糙的纖維 他覺得好粗喔 內皮就會破掉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我們是透過內皮很光滑 我們的血小板會 摩擦過內皮 來確定你的內皮都完好 一旦內皮不完好 它破了 你的血小板就會刮到這些纖維 就破裂 一破裂四方中間血因子 如果血液中還有鈣離子 血液中本來就有豐富的鈣 鈣血因子跟鈣離子 共同中中之下 會活換的血液中 一種一種酵素 這個酵素原來叫 凝血酶原 他本來沒有活性 一旦被凝血因子跟鈣離子作用之後 他就活化成凝血酶 而N血酶就會催化血纖維蛋白 原 血纖維蛋白原 會被切一刀 一切斷之後 他就活化成血纖維蛋白 血纖維蛋白活化之後 就會纏繞血球 變成血化 就引發凝血 好你會發現他的步驟是這樣的 A先活化B B再活化C C就引發凝血 這個我們稱它為 瀑布式的活化 為什麼呢要這樣子呢 好一個A 活化100個B 100個B 活化1萬個C 是不是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效應放大了 所以這種瀑布式的活化 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快速的活化 Everybody 你看1成1活化100 100活化1萬 很快就引發凝血了 凝血不能等啊 不然雪流光了才凝血 來不及了 好那這就是凝血 那凝血之後剩下的 上氫液就叫血清 血清就是水啊 小分子還有抗體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機制 一旦血小板破裂 四大鐘凝血的因子 這些凝血因子就會讓你的 凝血酶元 活化成凝血酶 凝血酶就會讓血纖維蛋白源 再活化成血纖維蛋白 再跟血球成造成 血礦 好以上這就是凝血的機制 好大家看完凝血的機制之後 就知道凝血因子是引發凝血的 一開始的因子 而且同時需要鈣離子的協助 這些都很重要 所以如果今天你沒有凝血因子 會發生什麼事 你就沒辦法凝血 好啦有些人 凝血因子是蛋白質 是基因轉入轉逸的 所以他會有凝血因子的基因 若這筋壞掉了 天生沒有辦法產生凝血因子 你就是血有病 好啦血有病就是凝血因子的基因 是異常的 是隱性的 產生遺傳性的疾病 而且凝血因子不是只有一種 凝血因子第一 第二第三 第七第八凝血因子 第九凝血因子 所以血有病還有不同的形式 有些是第七凝血因子壞掉 有些是第八有些第九 不同的凝血因子壞掉 所以血有病不是只有一洗 有很多洗 好那有些人是因為蓋粒子不夠 就沒辦法凝血 一般智商的不會 你的血液中本來就有蓋粒子 所以蓋通常沒問題 反而是應用上 照理來說你們應該還沒捐過血吧 你們滿18歲的 不要這樣子啦 如果你成年之後可以捐血 你會發現捐血 我捐血捐出來幫他取代 為什麼我的血液不會凝血啊 好奇怪喔 他加了抗凝血劑 不然你捐血了就不能捐給別人啦 只能拿去做煮血刀 冷血刀 鴨血刀 煮血湯 對所以你要怎麼辦 讓他不要擬血呢 最常使用的是加入某些化學物質 比如說 檸檬酸鈉 檸檬酸鈉看到鈣離子 鈣會跟檸檬酸結合 變成檸檬酸鈣 所以檸檬酸鈉會把油膩的鈣離子抓走 所以你的血液中就缺乏油膩的鈣離子 就沒辦法引起凝血的作用啦 所以加入檸檬酸鈉 把檸檬酸鈣抓走 你就不會凝血了 所以檸檬酸鈉被叫做抗凝血劑 在捐血時是一個常用的藥劑 抗凝血劑 凝血的機制我們也說到這邊